你只看过范冰冰的《还珠格格》,五妹娘传奇?她还演过这些。 最近崔永元和范冰冰撕逼,搞得本来就很火的范爷更是红点半边天,很多网友表示,不明白范冰冰为何那么火,不就演过《还珠格格》,演过《我不是潘金莲》,演过《五妹娘传奇》,除此之外,根本不知道她还演过啥。 今天我们就谈点下范爷不那么为人熟知的几部电影和辨试剧。 在这次事件之前,小编表示看过手机,但压根没有注意到有范冰冰啊,相信很多网友都有同感。 这部电影上映于2003年,那时候范冰冰虽然因为《还珠格格》已经家喻不小,但远没有现在这样受人关注。 范冰冰冰在其中饰演的《小三五月》,也是因为这部电影,让崔永元和冯小刚、刘振云结了愁,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。 其实想一想,15年前的片子,到现在社会依然适用,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?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后,手机2还能否正常上映。 青春出动 青春出动 《小铃冰冰的化妆》,《村姑记事感》,《无力吐槽》。而且这居然是一部青春偶像剧,《豆瓣》打了5.9分,可见其烂。 《小鱼儿》《雨花无缺》。 2005年的电视剧,应该算是发生后的童年回忆了吧,一个人越不正经越深情系列,里面的角色都挺可爱的,很多网友表示真心这部剧,范冰冰在其中饰演《铁心蓝》,和谢霆锋饰演的《花无缺》相爱,那时候范冰冰还算讨喜吧,不像现在自称范冰。 范冰冰在其中饰演黎明女友,造型很美,剧情很烂。 这部影片在豆瓣都查不到了,很多网友却在找它的资源,显然里面有些大尺度片段,这部影片讲述了范冰冰饰演的其小妹被强奸,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。 据说范冰冰冰和同大为饰演的夫妻之间有些惹火的画面,小编很单纯表示不了解。 赵氏骨儿 这还算个大片吧,史诗剧作?看起来是这样,具体各位评说。 范冰冰冰冰在其中饰演怀孕的妆姬,范冰冰的造型还是不错的,她确实是和古装,有范园独特的气场。 二次曝光 这部影片里范冰冰饰演整容公司的咨询师,她的男友和闺蜜偷情,让她发现后她走上了不归路,这部影片里范冰冰的角色还是很有挑战的,不过剧情,还是很懒,有点像MV。 万物生长 改编自冯唐的小说,讲述了韩庚饰演的医学院学生游荡与几个女人之间的青春故事,范冰冰在其中饰演成熟又妩媚多姿的女神,和韩庚之间的对手戏很性感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冯唐小说的原因,这部影片还不错,但豆瓣依然没有什么。 超过6分。 其中很酷很性感,是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。 王朝的女人杨贵妃 这部你可能没看过,但马震这个词还记得吧,就是出自这部影片,当然大部分都被删减了。范冰冰饰演杨贵妃,主要是香烟片段吸引了观众的目光,其他没什么可说吧。 范冰冰冰的作品还是不少的,比如80后的回忆少年高清天,扶清高照珠八戒,比如科幻剧作《绝技》,《情巅大圣》。 比如X战警,《灭转未来》。何东施吼,其实很多影片你都看过,但是对范丁冰没什么印象,那有什么关系,只要仔细看,你总会看到他的。 人怕出明珠怕壮,只要他沾点关系的影片都会被带火的,你不信?难道你不是已经对有范丁冰的影片蠢蠢欲动了吗? 不过,不得不说,范丁冰最好的作品还是《还猪哥哥》。